那么底下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讲这个重划这个策略 就是你这个 我是到我们是怎么去重划的 那么现在的状态呢 它是说我们回到刚才那例子 如果你有一千个地步 只改了三个的话 那么我们就改这三个 而不是把所有一千个地步 全部推回到重划一遍 那么底下它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当数据被修改的时候 React会根据数据生成一个新的VDOM 就是WortualDOM 大家可能会问WortualDOM是个什么鬼 WortualDOM就是个Jason 这个React下面那个原码 我大概去瞅个眼 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一个Jason 然后这个Jason出来以后呢 那么WortualDOM是一个JS对象 类似于Jason 好吧 然后新生的WortualDOM 会和之前的WortualDOM进行比较 这个比较的过程叫做DIF的算法 就是比较这两个东西有多大不一样 首先基于DIF这个比较呢 如果一说DIF比较 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 它的比较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多少 就是你怎么知道 如果完全的就是求 其实来讲比较是这样 就是说我这比如有一个DOM 我这也有一个DOM 这个DOM这边有N个Node 这边有M个Node 然后我去比较 我去比较说最相近的有多少个 其实最相近的这个算法怎么做 如果我让你做这个算法怎么做 比如说这边有N个 就是这是新的DOM 这是那个Node的那个VDOM 那么这里比如说有N个 然后呢这是那个Od的 Od的VDOM 这里有M个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什么叫最近 其实来讲你是求这两个东西 这是两个向量对吧 你在求这两个向量之间的最 哪些东西是向的 什么叫向 就是发现这里的第二个 跟这里的第三个完全一样 明白吗 那么但是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这里边 你这个新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把这某一个东西删了 或者某一个东西加上 但问题其实你也没记这事 所以最后你拿着两个结果的时候 对着这两个结果去比的时候 你要去框定出来说 哪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是不用改的 那么你要在整个过程中改 那么这个过程中 比较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多少 大家想一下 首先如果我们认为 比较一个Node的一样 或者不一样 但是如果它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可能还要计算一下它的 因为有可能有一个Node是改了 就不是它70%相似 或者80%相似 能理解吗 那么所以说首先比较两个东西 长度的相似度 这个工作量 跟这个Node的长短是有关的 能理解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N和M的话 也是相关的 所以来讲 如果我们有一个平均的长度的话 这个时间复杂度 O应该是M乘以N 然后乘以这个Node的平均长度的平方 这个时间复杂度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每个比特去比较的话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至少是一个平方级别的一个 一个时间复杂度 那么这个比较算法 这种比较算法 我不给你不给你具体细说了 所以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化减 它要把它化减到什么程度呢 要化减成M或者N最小的那个 或者最大的那个也行 Max的那个 它要把它化减成这样的一个复杂度的算法 它化减到这样一个复杂度的算法的时候 这个是对它来讲是有利的 所以那么我们得来看这个地域算法 就是地域算法的原理是这样的 它是按照顺序 这是两个不同的 这是那个 比如这是那个新 哪个是新道吗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新V道 这个是那个O的V道 那么它按照顺序比较 它按照顺序比较的时候 这时它发现说 这个type变了 原来这是D 现在变成UL 所以如果只要一个根节点 它的type变了 对不起 认为是不同的数 直接把这个节点以下的东西全部清理 因为整个的这个V道 其实是可以 可以等效成一个数的 对吗 对吧 那么这边也是一个 所以这时你就明白 你突然明白了一点 为什么你在往react上 往上去放东西的时候 它要求你必须在一个节点底下 它必须是一棵树 树只能有一个根节点 然后它首先比较根节点 这俩根节点 这俩根节点一样不一样 type一样 type不一样 整个这棵树剪掉 重新画 那就直接贴着 所以如果你把上层的 最上层的东西改了 哪怕底下东西一样 对不起 它整个贴着让掉 重做 如果它是一样的 类型相同 类型相同 就直接开始比较里边的东西 直接 你看如果这个地不相同 这个就是说 说明了上面跟节点一样 跟节点一样以后 然后去看底下的 那底下的这个呢 它有一个class name 然后呢 这个是直接有一个child 多增加了一个东西 那说 他说 哦 知道了 这多增加了一个东西 底下这个是一样 能理解吗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东西 这就是遇到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 原来在前面 我们说的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用了map 就是这种循环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 要求你会增加一个key 它为什么要增加这个key呢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例子 如果这里下有一个 都是一个child的一个数组 第一种情况 在没有key的情况下 这有一个div 这有一个div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 新的这个virtualdome 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节点 它增加了 呃 呃 不不不 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节点 是加了一个戈壁校长0 戈壁王校长0 扫着 我把这个这个拿掉 画错了 呃 好 我在这增加了一个节点 增加完节点以后 然后让你去比较 你记住啊 整个这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key的话 就是顺序比较 顺序比较 第一个 隔第一个比 发现 哎 都是div 但是 字改了 隔壁王校长1 变成隔壁王校长0了 好 它一会就去这么去 去这个操作到 然后呢 又比较第二个 也是div 啊 隔壁王校长2 变成隔壁王校长1了 好 然后再比较第三个啊 这没有第三个 这多了一个第三个 好 那我再增加一个隔壁王校长2 而事实上来说 其实来讲1和2是后边没有 它直接在前面增加一个0就可以了 你叫我的意思吧 问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div算法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说的这个问题 在这哈 这有n个 这有m个 如果你必须 依靠说 你自己把这边的任意一个 与那边m个比较 比较一下才知道 哪个对哪个的话 这个时候 它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m乘n乘l平方 你总得把这边对着 跟这边整个比一遍 再把这边第二个 跟这边所有的比一遍 再把这边第三个 跟这边整个比一遍 能理解吗 那么而且这里边这个case呢 我还没有做 如果我这个新的话 我还可以把1和2到第二个 我接着把1和2掉个 你在dome那边 只要把这俩dome 只要把这俩node掉个 然后在前面再加一个就可以了 但在这个case里边 如果你没有写key的话 那么这个过程就更复杂 所以在这的时候 类型相同 如果没有key 顺序比较 如果有key的时候 它会按照key去比较 所以你在你生成的时候 如果你不写key 它会给你报一个红色的warning 然后告诉你 你必须去写key 那我们看看 有了key以后的状态 就是类型相同 在有key的时候 它首先看到 这是那个新的 这是那个old的 好 它在这找 发现这有一个s02 所有的s是按照sequence走的 你虽然这是隔壁校长 王校长0 但是它插进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s02 就是它是按顺序来一个 我没往里插一个 我就给它一个随机号 后面可能也许一会插s03 04 05 就顺着这么下去了 所以那么它见到s02以后 它在这里面基于这个key去找 它发现s02没有 没有 好 插入 在第一个位置 它知道是插入的 然后在这找s00 s00 这找到一个s00 发现 东西都没变 type也没变 然后 chill的也没变 那ok啊 挺好 不用动它 那么然后再看s01 s01的时候 发现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发现它就能变得 这个算法就变得smart了 也就是当你给了key以后 类型相同 在有key的情况下 按照key进行 逐度的比较 没有的情况下 增加少了的删除 理解吗 所以在这做完了以后 那么按照key去比较的时候 在没有key的时候 按照顺序比较 你会发现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O 是max 刚才我不是命啊 是maxmn 反正谁最大 就是谁的 反正就比较那么多次就ok了 所以这个要理解 这是WarcherDum整个的算法 所以WarcherDum 所以我们要注意 在循环生成元素上 需要key属性 我们回来 记得昨天有一个地方说 我说那有一个warning 你们去用这个办法 先把它去掉 就在这 看到吗 Lat这个map的时候 H4这边有个key 而且这个key 最好是跟着数据来的 就是这个数据顺序变了以后 它要跟着变 然后呢 我当时说我不建议你们 在这个地方用 因为这上面开始有个数组吗 我说不建议用数组的index 对吧 为什么不是建议用数组的index 你如果用数组的index的话 你往数组前面插一个东西 这是你生成的 原来这个index是0 你插完了以后 它就变成1了 能理解吧 你unshift一下 就直接插到前面 可以 插到前面以后 它就变成1了 那么通过key 它真的就认为改了 也就是说你拿 如果你拿一个数组的index 做key的话 你写和不写 效率 你都用了一个效率最慢的状态 也就是它已经开始用 效率最慢的方法去在底 以最慢的方法去改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来把就是要有一个id 然后把key写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能理解吗 OK 好 key属性不应该改动 key是绝对不能动的 所以我们说 错误的改动key 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和可能发生的错误 就是如果你把key改了 那它就会效率 至少肯定效率会降低 而且后面还可能发生某些错误 那么根据比较 它会生成一个patch 这个patch翻译成中文叫补丁 其实来讲就是patch是什么 意思呢 就是两个东西deeve完了以后呢 就刚才我说的 它应该知道一个事情 就是说 哪个地方加一个东西 哪个地方删一个东西 哪个地方改一个东西 其实是这么一张表 明白吧 那么基于这个表的话呢 然后它到dome里去 这么一个一个去操作 然后基于补丁的更新dome 就是整个卧车到我们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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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样的卧车到我们的原理